看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上文书结尾的时候啊 我给您留了个小扣子 什么扣子呀 我说今儿啊 咱们要讲讲这个八旗的选秀制度 其实啊,我这心里也没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我觉得这一期啊 可能咱们讲不到这个选秀上去 因为咱们无论是讲什么故事 都得有头有尾 这个选秀和选宫女制度啊 虽然是咱们这段书 预期中最精彩的部分 但是咱们还是得从头说不是 那从哪说呀 要想把八旗的选秀制度讲明白呀 那咱们就得从这八旗 最初的婚姻制度开始说起 这一提到八旗啊 咱们都知道 这八旗的组成部分呢 就是八旗满洲 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 但是这八旗一词 它并不单止组成八旗的这几种人 那有人说那是八旗部队吗 就是在清代初期 骁勇善战的八旗禁旅吗 也不是 实际上这八旗一词啊 它只是个制度 这努尔哈齐建立八旗的一史 他就曾经说过 这八旗呢 是军民合一 军政合一 以旗捅人 以旗捅兵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 这努尔哈齐啊 就对八旗制度 有很多的细化 哎 这儿啊 我又得画个括号了 有很多人跟我说呀 那个名字应该念作是努尔哈齐 不应该念作努尔哈齐 有好朋友就在屁股后头追着我说 说这个某某这个青史专家说了 应该读作这个努尔哈齐 我们念了这么多年的努尔哈齐啊 那是错误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我先跟您说说啊 因为您看这个满洲老荡 还有了这个努尔哈齐的碑上边 提到清太祖天命函 那写的都是努尔哈齐 您看这个大学者 清史研究学家严重年先生 他也称呼这个老奴为努尔哈齐 还有这个清代贵族墓葬 以及后非史研究专家徐广元先生 也是坚持管这个名字叫努尔哈齐 那么为什么我们从读书开始 老师就教导我们 那个名字应该念作努尔哈齐呢 因为自明代万历年以来 明代的官书史书上提到这个人 都写的是努尔哈齐 清代入官以后 自己的官书上也是这么称呼 清太祖的 所以说无论是念努尔哈齐 还是念作努尔哈齐 都没错 别太较真 几句闲言带过 咱们接着说书 在努尔哈齐定下的众多八旗制度的条款下 有清一代一直未曾改变 就是这清代的婚姻制度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制度呢 这个制度的名字呀 叫止婚 今天咱们要说的呢 就是宗室的婚姻 其他的普通奇人啊 他们的婚姻状况 虽然也是在八旗制度之下 但是啊 没有宗室婚姻 那么有代表性 像咱们这些好戏清史的普通人都知道 这个清代的婚姻制度是这样的 叫做齐民不通婚 也就是说呀 这齐人是不能和民人通婚的 实际上那种满汉不通婚的说法是错误的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八旗当中本来就有八旗汉军 那么这些汉军呢 他自然也是汉人 随着多年以来 学者对齐人婚姻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就发现 其实齐民不通婚这个说法也是有出入的 新的研究成果显示 齐人的女孩是绝对不能嫁给民人的 但是齐人的男孩是可以娶民人的女孩的 这种婚姻有一个条件是必须的 那就是这个女孩啊 嫁给齐人之后必须入籍 那么早期的学者为什么没发现这一点呢 其实啊 这种婚姻也并不是很多 并且呀 多数存在于八旗汉军当中 这呢 也就是后来乾隆皇帝嘴里所说的 你们这帮八旗汉军呢 很多人出齐为民之后 还能够投亲靠友 因为在民人当中啊 你们还是有亲戚的 虽然齐人男子可以与汉族女子通婚 但也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首先呀 要报备 其次要经过详细的登记 最后啊 还千万不能忘了 得让自个儿这个新媳妇啊 入齐集 这些说的呀 都是普通齐人 至于宗使啊 那是绝对不行 为了避免抬杠啊 咱们在这儿啊 先交代一句 有人说不对啊 我就知道 某某某某宗使 跟皇上家关系还挺近 绝对是皇上老爷子 扒杆子捋得着的 那么一位宗使 那一位爱勋觉罗呀 就和汉人女子结婚了 哎 这件事啊 一会儿我肯定给您交代清楚了 您先别着急 那么针对宗使的婚姻 努尔哈赤立起了这么多规矩 它是什么意思呢 哎 您问着了 他就是为了控制贵族的婚姻 好稳固他的政权 那么咱们是不是就得先说说 这止婚是止给谁 和什么人止婚 止婚呢 其实它是政治联姻 和过去的这和亲还是有区别的 首先要联姻的 就是女真当中不同的部族 大伙都知道和建州女真不对付的 就是海西女真 这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之间的战争 发生了很多年 那这海西女真都是什么人啊 他们的头子都是纳拉氏啊 这努尔哈赤啊 一共有媳妇十六 其中有四个都是纳拉氏 这里边啊 不但有大家熟知的 叶赫纳拉 还有挥发纳拉 其实这些个姑娘啊 她不一定都想嫁给努尔哈赤 这努尔哈赤呢 也不一定真喜欢这些姑娘 就那么想娶 原因只有一个 这些个婚姻都属于是政治联姻 为了更好的民族融合 那除了这些人之外呢 那就是努尔哈赤 自己身边的功勋贵族了 少说民族政权这种功勋贵族 跟汉族的功臣不一样 其实这些大韩呢 他们远没有中原汉族王朝 那些皇帝们气族 这些皇帝老官对功臣们啊 好一点的 宋太祖杯酒试了兵权 刺一点的 朱元璋把这功臣啊 个顶个的全弄死 像元朝清朝这些初代大韩 他们都认为啊 和自己打戒天下的这帮人啊 都是自个的哥们 所以说呀 这个有难的时候 同当呢 有福了就得同享 再有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啊 就是这些位功勋贵族 最初本来也都是部落的酋长 那五千骑兵啊 是他的人 所以呢 那只听他的话 你要对他们头子不好啊 那五千人 没准就反了 元朝时候 这种功勋贵族啊 盟语叫 纳克尔 女真的时候 这种功勋贵族 满洲话叫 古初 清初奴尔哈市的时候 有几位著名的古初 都是大伙 耳熟能详的 您比如说吧 这个 官尔家式的 和和里 纽葫芦市的 厄义都 董厄市的 费英东 童家式的 护尔汉 绝尔查市的 安费阳谷 努尔哈市和这些古初们啊 都互有通婚 和和里 厄义都 费英东 都娶了努尔哈市的女儿 像这种 皇帝把皇族女子 指婚给功勋贵族 一直延续到这大清 亡了国 当然 到了清单后期 这皇帝也把族中女子 指婚给大臣 或者是八旗兵将 也就是说 这皇上 只要喜欢你 看你可堪大用 立刻就拿一个皇族 跟你们家拴上对 用这种指婚的制度 买功臣的好吗 对了 这指婚呢 在清朝 就还有个名字 叫拴婚 那么除了这些 还指婚给谁啊 把这皇族女子啊 还指婚给蒙古王公 说到这儿 您是不是觉得 这更像和亲了 不对 其实啊 这种指婚啊 是也嫁也娶 所以说呀 这指婚制度 就是清朝的统治者 利用自己的族人 尤其是妇女的婚嫁 掌握在自己手里 好随时拿他们 当作一种政治筹码 他们利用这种婚姻制度 或者是结好其他的部落 或者是结好其他的民族 或者是干脆用来 拉拢自己的亲信部下 您瞧瞧喂 这些宗室贵族的婚姻 让这些八旗统治者 利用到了如此的 如火纯青的地步 他们能轻易的放弃 能不重视吗 所以说呀 到了黄太极的时候 原来约定俗成的事啊 就已经形成制度化了 黄太极就曾经为此事专门下旨 他说呀 满洲贝勒婚嫁 不得自专 他这句话里呀 不是单指满洲贝勒 说的是满洲贝勒的全家 他为什么不能自专呀 因为这里边啊 除了这个政治联姻以外啊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 那就是控制了贵族们的婚姻 那就有效的阻止了结党 我想让谁跟谁好啊 那就得按照我的意思办 如果说你们两家 想通过姻亲 私自的强强联合呀 那在清代是绝不准许的 这说了半天止婚呢 其实啊 从努尔哈市 黄太极开始 那无非啊 也就是个制度 到了乾隆年间 才给起了这么一个倒霉名字 在乾隆朝的会典里 第一次出现了止婚这么个词 并且啊 这里边还详细的写道 宗使十五岁生婚 那要是两家觉得合适 不到十五就想结婚了 怎么办呀 哎 向皇上申请 皇上觉得合适了 批准通过 你们再接去 如果宗使要是想与蒙古王公通婚 那麻烦了 两家必须都得报情 那么这止婚的旨意 是谁来下呢 通常啊 这朝里啊 有皇太后的时候 都是皇太后 下止婚的旨意 再不见呢 就是正宫古墓皇娘 有的时候啊 她也是皇后止婚 也有极少数的情况下呀 是皇帝亲自止婚的 其实啊 大伙知道 这主意呀 都是皇上出的 这止婚的这个稿子呢 都是皇帝拟的 可是呢 要让皇帝亲自去止婚呢 未免就让天下人说 这皇上怎么什么都管呀 是不是他有点狗甜 算了啊 咱们不批评他了 这止婚期间呀 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嫁进皇族的女孩啊 皇帝皇后一定要抽个功夫 亲自审看 把这些皇室女子嫁出去 那相应他们的丈夫呢 就成了俄妇 这帮俄妇啊 倒是不必亲自审看 也就是说这皇上皇后的意思是说呀 我们得看看 保证我们家人以后的生育质量 至于我们这姑娘到了你们家 无论生个什么 你们也得拿当宝似的供起来 您瞧 这多不讲理啊 这个 清初的时候 这些宗室嫁出去的格格们啊 还都得分品级 当然了 这些俄夫们也得分品级啊 开始啊 还行 这朝廷还有的封 可是雍正朝以后啊 这宗室啊 就以万为单位计数了 到后来啊 那就更多了 首先说再亲力亲为啊 这皇上也忙不过来了 其次呢 这朝廷也没有那么多爵位 赏给这帮姑爷子 所以呢 这朝廷啊 就分了两种情况 首先呢 凡禁之宗室的格格和俄夫 才给封十爵位 那什么才算禁之呢 只有氏祖张皇帝顺治的嫡系子孙 但女儿出嫁以后 才有资格享受实爵 那么其他宗室女孩出嫁以后啊 就只能分给个虚仙 那什么是虚仙 哎 这虚仙啊 就是管有个名 哎 不给工资 这里边唯一的例外 就是凡是嫁给蒙古王公台籍的 清代格格们 无论是格格还是俄夫 都有实仙 一切手续完毕之后 皇上呢 就会派大臣 择吉日 到双方家里宣布指婚的结果 这两家啊 还得赶紧写谢恩的折子 给皇上递上去 因为哎 皇上那儿啊 他说这叫指婚 可是哥您这儿就得说 这叫赐婚 您不得感恩戴德的吗 那么皇上老爷子 怎么能保证 这么繁琐的八旗指婚制度 滴水不漏呢 这就得靠啊 清代入关以后 详细的八级户口报备制度 关于清代八旗的户口报备的规则呀 有很多 其他的 跟咱今天的故事不挨着 咱说不着这事 咱们只说两个册子 一个叫做婚嫁册 一个叫做娶妻册 这两个册子 按说呀 是分管男女 但是这户籍制度 细致到什么程度呢 一人得入两册 这婚嫁册呀 本来写的是女方 但是上边不但要写清 旗分和旗别 这旗分的意思呢 就是你八旗当中 您算是哪个旗的 比如说啊 您是香兰旗的 就写香兰旗 这旗别的意思 就是说你是八旗满洲 还是八旗蒙古 或者是八旗汉军 这之外呀 还得写你的副祖 兄长是谁 上边还得显示 你生 嫁 死的日子 并且广日期还不行 必须精确到时辰 为什么 说他一人宰两册呢 这上边啊 还得把你丈夫 也写清楚了 这曲妻册上边 主要登记的是南丁 跟那个一样 就是反着 先写清了自己家 还得把自己的媳妇写清楚了 那么这两本册子是谁来写呢 就是你本旗的左领 左领把这个册子 承报给参领 参领呢 把他再承报给都同 最初的时候啊 这本册子交到哪啊 交到礼部 后来这朝廷绝合着 交给礼部啊 也不得是事 于是呢 就成立了个专门部门 管理这件事情 什么部门啊 大伙都熟悉 叫宗仁府 这宗仁府啊 通常是十年一制御蝶 这御蝶呢 就是皇族人员的人身档案 这些被都统呈上来的婚嫁册呀 取妻册呀 就成为了造御蝶的根据 这些个御蝶呀 在清朝灭亡以后 很多都被保存了下来 这样呢 就给我们研究 清代贵族皇室的家庭情况 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随着时间的延续啊 这宗室就越来越多 清代朝廷啊 就把这个止婚的制度放宽了 说到放宽啊 其实也就是皇帝 不再亲自越看止婚人了 但是在承报制度上 还是一样的严格 那么既然这样 为什么还有宗室 娶民人女子为妻的现象呢 哎呀 这就得说呀 他有这么两种宗室 一种啊 是穷宗室 穷的呀 在城里吃不上饭 跑到城外的坟地里呀 种坟地去了 他住的不是乡下 就是坟地 您说这宗人府 哪找他去呀 还有一种少爷秧子呀 他天师爱听戏 于是啊 他就从这个骑城搬了出来 搬到南城去住 为的是听戏方便 所以说这宗人府啊 到老宅一看 没人了 这两种脱离了管理的宗室啊 不在少数 所以有那个别另样的 娶民人女子的现象 也不足为奇 得嘞 您瞧喂 咱们紧赶慢赶 还是没讲到 这八旗的选秀制度 您别急 明天这八旗选秀制度 我是一直给您 补上 我一直给您